在大廈內有人確診 聽完聲音 有人聽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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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當我知道原來在我大廈裡有人確診的時候 我真的很害怕 我就馬上跟公司的監製說 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 這個兩個星期 回廠拍攝《南京地50年治》 他問我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大廈那裡有人有感染 你知道我也不知道在哪裡感染到的 整個大廈都要消毒 清洗 我就不敢出去了 所以幸好公司又特別安排 讓我們可以休息這十多天 因為我們有存貨 才可以安全 希望是安全度過 那幾天全部沒有出街 以前是很忙的 有一天休息就開心得不得了 但現在原來整天在家裡 整個幾星期是很辛苦的 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我心想唯有是清潔的家 收拾東西 還有就在家裡跳十字步 起碼有些運動 要不然出來就真的會變成楊貴妃 是豬圓肉潤的楊貴妃 是豬圓肉潤的楊貴妃